开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车辆要定期年减 年减通过了才能购买相关的保险 那如果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车辆的年减期过了 但恰巧这时候又出了交通事故 那保险理赔还能顺利的赔付吗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南京丽水区人民法院审判的一起案件 今年6月21号晚上在丽水区永阳镇 吴某驾驶轿车因素于观察 碾压到前方的二轮电动车 并造成电动车主万某身亡 由于万某是酒驾 所以交警部门认定 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并由吴某赔偿万某51万余元 因为有交强险 吴某要求保险公司直接向万某的家属进行赔偿 对此保险公司觉得不妥 因为按照保险法的规定 必须是作为被保险人 在侵害第三人人身权利的 他必须是他先赔偿以后 保险公司才能向被保险赔偿 他根本就没有赔偿 他是要求我公司直接把钱支付给第三人 保险公司还表示 虽然袁高吴某发生事故时 是在投保期内 但是车辆并没有通过新一年的年审 所以不在他们的理肥范围之内 袁高吴某方面就此进行了反驳 他那个车呢 他可能涉及到很多外地的曝光 没有来得及去处理 但是呢 他这个检验已经检验过了 是合格的 因为你这个在盖年审章之前 你违章没有处理的话 他是不能价格硬章的 所以他没有完成这个最后的一个程序 袁高还指出 事故发生后 交警部门把车送去检验 证明车辆各方面性能都是合格的 保险所从军风案件 讨论制要第14条的规定 即使事故超量没有进行安置检验 但是在事故发生后 听检验符合安全标准的保险公司 仍然应当 如果说这个确实是一个禁止性规定的 那么确实保险公司 他可以免除一定的明确说明义务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保险公司还是要 尽到明确说明义务 如果说保险公司不能举证 他已经尽到此类义务的话 他还是应当承担理赔责任 法院最后认定 保险车辆未通过安全检验 就不予理赔的说法 不符合法律规定 并且保险公司未能举证 免责的合法性 所以判处被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南京分公司 赔偿第三方万某家属50万元 尽管这个官司原告是赢了 但是还想提醒各位 车辆的年减 一定要在有效期限之内办理完成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